I can see you Oh I can see you Here we have an exciting piece featuring I can see you Oh Hello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来到了洛杉矶的 第一个展会 就像大家看到的去年这个时候 前年的这个时候我都来看到了 新年嘛对不对大家都开始 重新的给自己订计划 所以每年第一个展会的人都是最多的 是不是 你不要来我 Hello 这是我朋友Cindy 今天是第一次来吧 对第一次 我带她转一转 然后顺便我给大家看一下有没有比较新鲜的东西 那么现在就进去吧 Let's go 看到我们的跟我穿一样的鞋 不赏心啊 追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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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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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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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肯定想拍摄一天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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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大家看这个队 人很多 其实都没有队 大家随便站 是不是咱们插一下 好 咱们插队一下 好 Oh my god I can't Oh no I should do left hand if you're gonna be ready tomorrow 我赌 我赌他赢 我赌他赢 3 3 you want to go left let's go right which one I'll be right 3 2 1 Go oh my god oh my god Damn Not even close 而我当时的计划非常非常的好 我想说 过去问他一些关于咱们网友关注的问题 同时呢 过去跟他搬个手腕 感受一下他的power 所以呢我们绕到了前面去 结果被人赶出来了 因为他们说我们插队 可是那根本就没有队伍嘛 然后赶出来以后呢 我们说OK 那我们只能5点多再回去 等我们回去的时候 唉 你们自己看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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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can whisper into the mic, tomorrow my voice will be better I'm just representing Chinese fans Hope you can go to China someday Let's take a picture Thank you so much I appreciate it See you in China See you in China 3,2,1 就像大家看到的展会就是这样 本来呢我替大家准备了很多的问题 比如说Jim Sharp什么时候去中国呀等等等等 然后包括我还想跟他搬个手腕 这些节目都没有进行 因为他的嗓子真的说不出话 而且第二天我们也不会去 不过没关系 因为他现在有自己的新的公司嘛 还有Dailing 所以呢很有可能他们会去各个地方的展会 所以是今年还有机会再碰见他 那那个展会结束之后呢 我当天晚上就回到了韩教练家 第二天早上起来呢 我们进行了一个非常好的手臂训练 肯定有些小伙伴会问 叔叔哥你是不是刚做了手臂训练 没错谁让我手臂这么弱呢 同时呢今天这个手臂训练 有非常好的几个单独的动作 我希望展示给大家 尤其是一些辨识吧 常见动作的变形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而且非常的有价值 想展示给大家 那咱们话不多说 321 大家看到我们现在来到了一个 叫I HOPE 大家肯定在我视频里见过这个地方 International House of Pancakes 大家看到昨天跟那个女生 一起去的那个展会吧 哪个女生 我的一个好朋友 我怎么见过 什么都让你见过我靠 真是 还得向你汇报 你们昨天干嘛去了 我们去看展会 就是我们一起约看展会 因为他平时也健身 挺感兴趣的去展会 昨天我也去展会了 但是呢他没有跟微话去 我是跟长头哥敲话男去的 他们睡得太早了 我在SD开过去两个半小时 所以我感觉是下午那场 他们早上去不能赖我是不是教练 顺便呢我不想约他 天天看着有点烦 这是主要原因 alright 我这边大家看是一些水果 然后一些牛肉 然后一个煎蛋 然后他这边模仿我跟我一样 把包的水果换成这种 就是非当不吃啊 就是我们在增肌 不管减脂什么时候 我们对饮食的时候 一定要有个个人的身体适应情况 每个人对碳水蛋白质 脂肪的适应情况是不一样的 然后呢像有的人他们 这个对碳水的适应 就会很好 大部分人是这样的 但是有的人呢 他们对脂肪的适应会很好 但是同时还有的人 他们对蛋白质的适应是不好的 有时候这种人是很尴尬的环境 就是确实存在这样的人 但这个确实没有办法 有的时候 解决的话 你只能从你的肠胃吸收来考虑了 那个跟你吃多少 食物量没关了 因为美国这边 他有一个专门的叫基因检测 就是从你咽血啊 或怎么样 可以检测到你身体对什么样的食物 是吸收最好 适应最好 可能你平时意识不到 但是他能检测出来 我之前想有这个机会 想去做个检测 你去检测一下吧 你去检测一下 我觉得很有必要 因为这样的话 本来我是想跟努努我们俩去检测一下 就你为什么要 加我一个能少几块肉啊 肯定少几块肉啊 看着大家看我今天其实有点憔悴 因为昨天还能在家床特别舒服 每次到家床就睡过 一睡过我就头疼 他怨我床 大家看我以前一般都是做三头开始 今天我们想换一下 先从二头开始 第一个动作做一个斜板的器械弯 然后这个弯曲呢 不太一样的是 首先在你下去的时候 首先是全程的拉伸 对不对 然后先起来一点点 因为你先起来一点呢 从这儿到这儿 你的二头就会更好感受 因为很多人会这样下去以后 就弹起来你知道吧 其实呢这样的话 你就失去了二头的一个控制 所以这次我们先抬起一点点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 你要想象什么呢 不是二头收缩 而是用你的三头来对抗这个垫子 在这个过程中你的二头就会有最大的一种张力 一种紧张感你知道吗 给大家试一下 咬牙切齿的干什么呢 我感觉表示紧张感 咬牙切齿的 好 离心收缩 这刺激 来 走 走 来 跟你说当你注意到这一点以后呢 虽然你想的是三头和对抗电子对抗 但是呢二头会有最大的一个收缩和紧张 大家可以试一下啊 .. 是的 对 对 感は 我这个动作选择用绳索 主要是因为绳索呢 就请你躺下 不是躺下 坐下 拉伸 让你的二头有更好的这种孤立的感受 反正因为我做哑铃的时候 有的时候我就明显感觉不到二头在发力 有可能肩膀啊 有可能别的地方 因为我本身感受比较差 但这个动作呢 通过这种慢上慢下 因为长时间给你有张力嘛 就让我的这个二头有更好的孤立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就记得到内旋一下 到时候 内旋一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咱们之前那两个动作呢都是以内侧头为主 因为咱们这个都是在身前的嘛 这个手臂 然后这次呢 最后一个我们二头的动作是稍微是外侧头 就是长头 先踢往后的每个动作 然后这么收缩 这样的话会对你整体外侧这个二头有个更好的刺激 有一点需要注意啊 我经常以前犯的错误就是 这个呢 你看我的腿啊 只想这样做 中间二致很大 短短对腰压力很大 现在尽不尽可能保持核心收紧 然后这样 你做 什么叫核心收紧 其实不光是这 不光是你的腹肌 还有你的臀部 还有你的大腿外侧 所以这是核心收紧 然后在今天收缩 所以这整个你的这个二头 才会有更好的孤立的感受 这个呢 是我一直欠缺的位置 也希望大家能够注意这一点 我之前肘有点酸痛 然后今天呢 做一个这种窄卧的卧推 还有一点点酸 所以呢 我做前两个给大家看全程 感觉不太舒服以后 我就尽量做半程 肘部的这个活动范围稍微小一点 感觉还不错 那我应该就是会保持这个重量 做六个 慢慢恢复一下吧 感觉不错 大家看到我们做的是一个超级组 这个超级组呢 首先是一个叫scalp crusher 仰卧币居身 抬起来以后呢 这个肘的角度不要垂直于你的板 这样的话对你肘部压力很大 然后一定要稍微再往后一点 主动收缩 在这 主动收缩 到这 然后因为我的手比较长 所以呢 我选择直杆 这样的话可以让我握得更宽一点 如果你看 大家看这easy bar的话 它这个握距就这么窄 对我肘部压力很大 因为我这样的话 这样肘部压力很大 所以呢 我想握宽一点 只能选择一个横杠 如果大家跟我有同样的问题 可以选择一个横杠来做 然后呢 紧接着做一个这种 窄握握推的超级组 其实跟刚才一样 肘部90度起 全程呢 保持一个张力在你的三头上 不要完全伸直 我发现完全伸直的话 我的三头就没有好 很好的一个收缩 所以我基本上 把半成这样 第一个呢 做12个 第二个动作呢 可以就是做得越多越好 我刚才又歪嘛 不歪 通常这边是比较低 所以我会有注意的 额外注意的吧 这边往上抬一抬 保持一个平衡 大家可以试一下 最后一个动作 大家经常能看到大宝贝 带我们训练的时候 一个经典的三合组胶 你三个动作联合在一起 然后首先是一个正常的 改握下压 然后呢 是一个反手下压 紧接着在一个绳索必屈伸 这动作呢 基本上谁做 谁做谁完蛋 谁完蛋 对 生不如死的感觉 但是同时又感觉有点酸爽 就贱子 对 我们先重量先沉一点 走 走 后悔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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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爽好爽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我建议呢 然后有小伙伴给你递剪 然后在旁边冲击喊一下 要不然自己一个人很难完成 我觉得今天这套动作呢 尽量大家安排在一个小时之内完成 整个这个训练 组数个数 还有注意事项呢 我都放在了微信公众号建筑师 大家只要关注这个公众号呢 并且回复手臂训练 就会弹出一个表格 里面有所有的详细信息 大家可以截图呀 使用等等等等 给大家展示一下 今天的手臂训练效果 最近的增继成果 最近其实肥了很多 大家可以忽略我的发型 感觉还挺拎的 吃的还行 我吃那种很脏的东西 我不紧不消化 你的胸很有长力 我感觉你的胸 还又有长力 我现在看到手臂呀大哥 确实没有之前这个拎了 没有之前拎了 对 长了一些 很正常的 增继肯定要长一些 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学到一些关于手臂训练的技巧呢 今天视频的最后 还是为大家做一波粉丝福利 转赞评微博上的原视频 三天之后也抽取一名幸运的小伙伴 获得由丹尼尔·霍林顿提供的新年大礼包 这个手表和手镯呢 是新年限量款 而且呢 总价值大概人民币4000块钱左右 非常超值的一个大礼包 如果大家希望购买丹尼尔·霍林顿的产品 不管是线下门店 还是线上呢 只要使用我的折扣码 帅520 就可以享受全场85折的优惠哦 新年呢 我们淘宝店铺 GEOCO也有些新的活动 除了我们刚上线了一套新的Tracksuit之外呢 我们这个福袋呢 原价是288元 但里面包含了价值500元的产品 总共是120个 每人只限购一个啊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咱们的新年活动 我知道新年到了 健身房也已经关门了 但是呢 我的视频还会继续更新 因为在这段时间 在美国也不会过年 所以呢 希望过年期间 大家继续多关注 那咱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干啥呢教练 吵破了哟 对 完全舔